传统方法拦截电磁炮弹应该属于仙女散花,或者大网撒鱼性质,也就是无法做到传统都能拦截了,而是通过拦截弹头子母弹,母弹奔离出无数颗高能炸药的子弹头爆炸,用概率的方式摧毁电磁炮弹弹头。 但是拦截成本有点高,战争费效比不划算,除了极为重要目标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拦截之外,其他非重要目标就没有拦截的价值了,因为电磁炮发射成本实在太低了,这种拦截发射理论上可行,最大的问题是成本问题,除了传统拦截方法之外,还有激光武器拦截也是可行的。 因为激光武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电磁炮,拦截成本比电磁炮炮弹成本还低,激光武器是最严格的反导力器,几乎可以拦截所有导弹、炮弹和电磁炮弹,因为电磁炮的速度实在太快了,所以激光武器需要高零敏度转角速度,也就是激光武器的转角速度必须超过电磁炮弹的飞行速度才行。 而且激光武器的直径要足够大,而且功率也要非常大才能胜任,除了激光武器之外,离子树武器也是比较适合拦截电磁炮的拦截手段。 同样要求转角速度,必须超过电磁炮弹的飞行速度,这样才能有效拦截电磁炮炮弹,无论是激光武器还是离子树武器拦截电磁炮炮弹,都需要有先进的雷达跟踪其飞行轨迹。 几短时间内准确定位跟踪电磁炮弹头是一个时间性的难度,需要非常先进的雷达,比如量子雷达和微波光子雷达等。 除了激光武器拦截和离子树武器拦截电磁炮之外,超声波拦截也是一个非常好多方法,但是必须提前知晓对方电磁炮弹头的材质,然后提前掌握这种材质的震动频率。 使用该频率的超声波拦截就可以让电磁炮弹弹丸,瞬间爆裂纷纷失去威力。 超声波武器对电磁炮弹头的定位准确度和精度没有太高要求。 但是,追踪和反应速度同样不能少,依然需要量子雷达和微波光子雷达等先进雷达来跟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Z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